歡迎回來科技集穿網台版 來到另一節的科技怪事錄 這節回來首先講一些我們祖國的新聞 是啊,其實大部份都是關於祖國的 第一單是在老美酒狗地區運作的品牌 事關於有一個專出副屏幕 有些人喜歡在機箱裡設置多個螢幕 即螢幕在數值 有些人喜歡做一些公仔在這裡 有外國的Youtuber最近想買一些產品 做開箱 開了一個來自中國的廠商 叫做Lamton公司 他們專門製作副屏幕 在歐洲那邊其實都很受歡迎 一直以來都很多人買 或者是一些比較出名的產品 有做一些散熱器 或者是機箱上面的副屏幕都有出的 就像剛才大王所說的 它是螢幕的數值 例如溫度等 螢幕溫度等 這些全部都要有軟件 去提供資料給它們 這個品牌 他們背後是用一個有名的軟件 就是AIDA64 拿回系統的數據 再展示數字 但是 可不可以 這個Youtuber 爆床禍心 噢 他們開箱這個產品 安裝軟件 發覺有些不對勁 為何AIDA64 AIDA64 有些不對勁 為何是破解版 然後被發現 原來那間中國的廠商 就是用一些破解的方式 而AIDA64 亦跟那個公司做查詢 就是問那間中國公司 那公司就說 有 我們有買拉審的 我們買了一條 兩年前 這些叫什麼 叫誠實 為何我的腦想起回魂夜 那個腦子的指甲鉗 裡面是錯的 可以嗎 為何我想起它 留給你的指甲鉗 買了一條 留給你自己的個人用 這些 剛才這麼說 這些這樣的視頻主 包床禍心 厲害 視頻主 老美酒狗竟然說 這麼有心 現在這麼有產品 難得肯用你 買你一條Key 用你 現在已經肯 還在這個 七嘴八舌 那那個Youtuber 發現了這件事的時候 就去找回那間大陸公司 那間公司就跟他說 我兩年前 就買了一條AIDA64的Key 但就追問之下 就說沒有買到一些 即是商業授權 你這些時候 就是可能 商業授權就可能 很多人可以這樣用 對 一次過買過Volume Risen 還是什麼 一次過買很多部 這樣 但是那間公司 就沒有說到有買的 他就純粹就說 買了一條Key 跟著那個Youtuber 問完這邊之後 就走回去AIDA64那邊 就去問他 喂 這間公司有沒有跟你買過Key 接著發覺 原來這間公司 起碼沒有用過公司名義 去跟他們買過任何一條Key 接著最後 即是自己個人 PayPal買過那種 對 初時就在想 會不會是隨便 有條件買了 但是 跟AIDA64那邊 就一起查證 因為他現在安裝了一個軟件 叫他檢查 拉枕那些 發覺了 所以現在他用的軟件 就是用了KeyGen的軟件 KeyGen 就是這條也不是正版 但是公司跟你說 我有買過 一定是這間公司騙人 即是我說AIDA的騙人 肯定是 抹黑我們祖國的品牌 這些管理不好自己的紀錄 買完都不認數 買完都變成KeyGen的 那些老美酒狗 你看 我中國的企業 就像是同手無欺 你們這樣抹黑我國 真的很醜 真的很醜 一定是不抵得我那副屏幕 這麼好 你知不知道 還有什麼更加醜 更加醜的是 這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那些歐洲大部分的零售商 即時將這些產品全部下架 真的很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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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勞子野心 根本就是 你一個老作丁事實出來 誣衊我們這個這麼好的品牌 對 這樣有些零售商 即是繼續在賣 但就加了一個字樣 叫你買了之後 要買一個AIDA64的 license 才可以正式使用 繼續在賣 這個 外國那些真的 就是浪資野心 很醜 即是適用這些 用這些 用這些 壞照 任照的打壓 美國人 這些就是老美酒狗的偽善 口又說自由貿易 真的很醜 暗地裡 還做壞事 真的很醜 講完這件事 講下一件 下一件 就是有外國媒體 即是有老美酒狗 即是很醜 他都會站邊 他這次就去中國的電商平台 他沒有說誰的 即是沒有說是淘寶 還是誰 即是京東沒有說什麼 對 總之都是一些 網上平台 平台的線上平台 他看到 哇 真是超英趕美 他看到有一個 是來自Samsung 1080 Pro的SSD 這樣就很厲害 1080 為什麼呢 因為Samsung 如果你回到他們 韓國的官網 都是只有990 Pro 最新的模特兒 但是為什麼在中國的電商平台 可以買到1080 Pro 知道我覺的 市場 在地球上最好的市場 不是新產品推出 有什麼奇怪 不是出線推出 很厲害 然後還要寫得很厲害 因為這個最新款 1080 Pro的SSD 可以有15.8GB的傳輸速度 比現在最新的990 Pro還要快 厲害 真的厲害 我覺用的東西比人快 更厲害的是什麼 這個SSD 有4TB的容量 只是賣43元美金 即是價年美 43元美金 為你304元港幣 4TB SSD 340元 我買SD卡 可以嗎 4TB 真的 我們從一個角度 300多元 你怎麼買了4TB 回來用 厲害 證明中國的重商多有良心 價年美 效果比人更厲害 又新過你 又便宜過你 你沒有擁有的東西 我早就已經有新版用了 真的 看到這麼厲害的產品 當然馬上就下單了 上課了 真是老味酒狗 立刻震驚 我憐憐 用了廢物 買好東西給你們 立刻買回來 回到來 它第一件事 不是測試那隻SSD 第一時間 是拿那隻貼錢滅掉 看看裡面是甚麼 研究一下 有多厲害 有得去研究 真金不怕紅爐火 發覺它這個技術更加厲害 這個宣稱有4TB容量的SSD 它上面只有一顆的儲存晶片 這就是精英 精英一顆就夠 那顆就做甚麼 它最後證實了 是來自於Intel的96層3D TLC的補粒 它的控制器 是用了VuTec PCIe Gen3的主控 為什麼可以做到15.8GB 而不是只有4GB 我真的不明白 接下來 它覺得很疑惑 到底怎樣可以做到 一顆這樣的東西 於是放在機上 實測一下 傳輸速度有多少 發現這隻宣稱有15.8GB 傳輸速度的SSD 結果是測出來 大家猜一下有多少 原本是它宣稱有15.8GB 1GB 1GB 藍哥你猜多少 我猜多1、2GB 1.18GB 也有1GB 是不是很厲害 對 那容量方面 大家猜一下有多少 400GB 他說有4GB 400GB 我猜足4GB 還是不要不要 我再猜一下 256 插進去 數字上是寫4GB 實際上 它做測試的時候 發覺 寫了超過128GB之後 就會覆蓋了現有的數據 128 128 對 其實我猜256那個 應該是戲劇效果 我猜你有個512的 你猜128 真的 好厲害 你只有128GB 我覺得也算 但是最大的問題 你多過128的時候 它會蓋在前面 因為它是裝甲狗 對 所以 等你取極都好像有 但其實蓋了一塊 這些 太厲害了 你抹黑了 我覺的人一用 就會變回那個速度 不是這些 這句差 就是同一架車 你是好的車手開 還是廢的車手開 那一件事 你是韋斯塔本開 地輪堂林鎖 那兩件事 對 不同的 外國人發揮不到的速度 就是那句 老美酒狗是憑著不安好心 操伏干預 沒錯 這真是可恥 這真是操伏干預 真的很操 接下來下一單 都是來自老美酒狗的研究 即是看老美酒狗的狼子野心 就是狼子野心 就是狼子野心 這樣就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的大學 一個Citizen Lab 最近發表了一個鍵盤輸入安全的論文 這樣就研究一下 中國品牌的電話 他們所附有的那些鍵盤 到底會不會有任何的問題出現 即是 只是這個標題 就已經知道 他的邏子野心有多殘暴 沒問題 真金不怕熊爐火 好的東西 是不介意你 去爆藏禍心的 是的 那他就說 這個研究 就找了 在中國有買的手機品牌 包括了 騰訊 百度 三星 華為 小米 OPPO V4 榮耀 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份在裡面測試 那麼 分析結果發現 就是 根據他們的分析結果 即是先聽著 是的 聽一下他們的笑話 他說這9間的廠商 他們預設的 他們預設的輸入法 9間廠裡面 有8間 都是傳有嚴重的安全漏洞 可以被人輕易破解到 裡面輸入過的文字 哦 這樣 唯一一間的公司是 沒有漏洞的 即是沒有漏洞存在 到底是哪一間 那麼厲害呢 就是華為 沒錯 中國之光 華為沒有任何安全問題 是找到的 是啊 這些老味走狗 真是 包藏和心 包藏和心 所以滑黑華為 滑黑不了 表示 國人的技術多厲害 連包藏和心的外國 這些媒體 所謂媒體 都找不到 連他們 三案八做的虛偽都沒有 廢慘 他還要說 那8間公司 即是他們合起來的輸入法 會影響了全中國10億的用戶 即是很容易被人吃到的資料 你三案八做 哪會呢 你行得正站得正 怕什麼 對 對 留到一份Copy 有什麼所謂 我真的想不到 要用行得正站得正 這句才行 有時候借口為詞 幸好小時候看成語動畫狼 多謝紅媽博士 多謝YY 多謝紅媽博士 多謝 這單就差不多了 多謝 說起華為 不得不提 近來都成為了熱話 華為最近出了一部新的電話 很厲害 就是Pure 70 這個系列 他們最新的推出 之前是P60 現在不叫P70 把P字變成Pure 這個字 有沒有說自己要領先 這次好像暫時沒有看到 有說 但是有一種功能 你不需要說 都覺得你是遙遙領先 話說這部Pure 70 最大的一個賣點是什麼 除了它的相機 多厲害之外 它有一個一大賣點 就是加入了AI的功能 人工智能 這些很正常 對 我關於這方面的事情做得這麼好 對 但是最近有媒體測試 這部Pure 70 Ultra 測試它們有一個功能 叫做AI消除功能 對 對 這樣很厲害 很多人說想買遊戲 對 現在就令到很多人想買 華為P70 Pure 70 為什麼呢 這樣就有些人測試它 可以消除什麼 這樣就 在別人的衣服 即是它做了DEMO 就是一個Model 即是有一個女星 包到很密實 很符合我國的傳統美德 即是那件衣服較為大方得體 就不會去捕腦 不捕腦的 不會像老未走狗的禮服 物化女性 對 但是它用了這個 華為Pure 70 Ultra的AI消除功能之後 它一畫出來 這個更厲害的華為AI 就立即幫你補回 修正一些東西 然後竟然出了一條事業線 首先衣服 先變低控 衣服變低控裝 首先變低控裝 再加一條事業線給你 喂喂喂 不是應該調轉 所以我現在覺得 我們 可能是要支持小米 不是支持華為 這個我明顯跟不上我國主旋律 我國主旋律就是 那時候拍那個 《不桂日》 《武則天》 難怪多久了 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是武則天 你什麼 范冰冰出來 范冰冰那站出來 要封空 本身低控的 來到我們的電視 要整條街 戒掉去上面 變成 不是 升級去封空 是幫它補回上面 遮遮一條事業線 不要那麼裸 要符合我國的 傳統美德 你現在在華為 你夠膽 學完 你夠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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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搞到自己的老米酒狗 搞到小日本貴姿 像A片一樣 我 我 散佈不良信息 我國的傳統美德 傳統女性美德 去了哪裡 我 你這個功能 有沒有尊重過我國的女性 有沒有尊重過我國的傳統美德 你真是 但不得不說 就是他計算出來的效果 都 都真是 挺明顯的 我猜這個功能 我不知道他的AI 是訓練什麼模特兒出來 可以這麼厲害 這麼精準 可以準確捕到那些位 我猜幫他訓練那個 應該都是 隨時不知道是否自己 開得其他東西看得多 不小心就訓練錯了 到底拿什麼資料 給AI訓練呢 他教小朋友 好像不小心 教他立不小心出來 現在好像是 AI好像是立不小心 一定是 這一個一定是 老未走狗的陰謀 對 Hack了AI 我國的AI 怎麼會做這些事情 我國的AI 就應該莫講話 幫他變低空和視線 我國的AI 符合傳統美德 應該馬上變成晉領三 我抄連了一個B 就等於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C0都會說 我國的恐龍是怎樣 那些暴龍追求仇 不會咬人 我國的這條一定不會 沒錯 對 但這張相差很遠 這張相差很可愛 這張相差很可愛 不是喔 他已經是 他已經是P到一個 是一個不自然的地步 這次有條例子 你這樣說 這樣華為出來 發現了 這是一個漏洞 對 這件衣服真的會有漏洞 很明顯 真的漏洞 很明顯漏洞 真的漏洞 真的漏洞 現在漏洞 那他就說 現在已經升級了他們的AI演算法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馬上知道人不想買一部機 更新完之後 他們 要用這個功能 就在圖片上 你想做那個 你就畫了那個位置 那 當你更新完整之後 你畫了那件衣服的時候 就會 自動寫出 此圖無法使用消除功能 哎呀 符合我國傳統還沒得 都不夠 應該變瓶領 因為我套上去變瓶領衣 當然是 給他了 全部 我倒變漢服 哈哈 即是看一些和服的相片出來 一野雄的圈 就馬上抄連媽那邊和服 你小日本鬼子幫他變漢服 這樣 對啦 現在換裝嗎 高達 真的 厲害 厲害 這些不可以 試試什麼 最近G高達說有新搞作 用來圈著G高達 圈著小日本鬼子的閃光高達 圈著小日本鬼子 看會變成神龍高達 就這樣 哈哈 對啦 我真的看到 那機器有很多 不符合外傳孔美德的 一些人 每個人都想買這部機 現在那班又不想買 對啦 解決身材焦慮 那些人說 但那天他被他塞進去 真的 這個功能 那機器是挺震撼的 只可以說 老美酒狗都做不到這樣的科技 是 會不會有些人現在怪罪的科技媒體 哎呀大佬 你試出來說出來 怎麼這麼大聲 怎麼這麼大聲 說出來 大家好好的地用不可以的 可能現在 不知道會有些 買了一部機器的人 看到工人買了一部機器的人 現在會在那裡 生氣了那些科技媒體 不要說出來 你 真的 這間心是 現在真的很爆心 是否遲些可以看到 還沒更新的那些 拿出來炒 哈哈哈哈 那不是Online Service 那些東西 哎呀 斷網 可能計算過後面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有些人被hack電話 為了拿回這個功能 突然拆開 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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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波打 這樣 有沒有試一下圈在下面 會不會多抽東西出來 然後 沒有試 沒有圈出來 我還以為是腫了 我還以為是廟邊魏娘 我還以為是 這麼恐怖 真是 真是 很奇幻 我只會說 很奇幻 然後 接下來 就講一下 彭博這些小報 有 Bunberg 這個小報 又在抹黑 中國的重傷 現在科技集穿上 住在其中一個 就是 小報 Bunberg 你說小報 做一些 嘩 還要取寵的東西 當然 經常在製作假新聞 三安八座 看看他有說什麼 小報 這次的矛頭 指向蘋果 大家都知道 Apple近年 很喜歡 推崇自己 是一個環保的品牌 Green Apple 雖然我不覺得它有多green 但是他自己又覺得是很green 他其中一個 中間推出了一些計劃 可以環保回收 把iPhone 或者產品 可以幫你回收 你的產品 給大家一些合理的價錢 用來回收 然後我們會有機械臂 可以幫你拆開機 環保很多 環保很多 那時候發佈會 打飛機打了很久 不是不是 這個功能說了很久 應該是 你用字小心一點 對 真的不太應該 對 這樣 人家就是航空公司 那時候說完之後 其實都沒有太多人去理會 再加上它交換機器的價錢 我自己覺得也有點混蛋 放回家裡 對 所以都沒有太多理會 直至BOOMBERG 這個小報 又提供這些消息出來 我們再一次留意到這個計劃 這樣就解決了疑問 到底他們收回機器之後 會用來做什麼 Apple有機械人 一方面可以幫忙拆開零件 可以做回收等等 而另一方面 他們不是全部都這樣做 有些他們處理不完的 就外判了給另一些公司去做 有一間叫GEEP公司 BOOMBERG就在說 這間GEEP公司 和Apple已經合作了兩年 在這兩年之間 幫Apple處理了53萬部iPhone 2.5萬部iPad 和1.9萬塊的Apple Watch 用來做報費的處理 聽起來也很正常 我弄不完 就找到外判 但是這個小報就發現了 這個GEEP 原來把那些機器拿回來之後 你正常想想 報費 你以為它會做什麼 用堆填區 分解去堆填區 處理它 原來他不是這樣做 他拿回來之後 他會做一些基本的清理 看到那些機器就靚靚仔仔 在這兩年裡面 就拿了10萬部iPhone 就運送去中國 當二手機賣 我抄連媽的B 我去中國 用二手iPhone 傷害我們 中國人的感情 你誣我中國人用iPhone 已經不好了 還要誣我用二手iPhone 我抄連媽的B 我抄連媽的B 我各人民寧願用五手的華為 都不用二手iPhone 還有這些 好像那些濃味酒狗 整天把電子垃圾運往一些 其他國家 洋垃圾 找過來 真的要我們中國人買單 我抄連媽的B 三網八組的小報 正所說什麼 己手不辱物施於人 你都不要的東西 你為什麼會送過來中國 警告Checkroom 你一個二個不要炸 一個放英文字 MUSC 私語人 你這班傢伙最流行的 你這班傢伙 一個一個不要逛 Checkroom 跟我講一句字 你這班傢伙 知你這種東西 真的很不應該 Apple在發現這件事之後 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提出了法律控訴 就是告那間的GEP 我以為是告Boomberg的小報 三網八組 沒關係 但是正常 很合理 要告的話 但是 最奇怪的事 就是 隔了幾天 Apple撤銷了控訴 這麼有趣? 對了 接著 Boomberg的小報 就在那裡拆拆 他覺得Apple不想在法庭上公開承認了自己說報廢了的機器 但是其實還是可以使用的 這樣就不環保 我明白了 所以就不告他就算了 蓋一件事就算了 這些報紙 包床和心 不會 那些報紙是包床和心 Apple這些東西 充滿著陰謀 對了 那間這樣的東西 可以賣來中國那裡 又是不能要的 對了 用不著要來 這些老味酒夠 每個老味酒夠都是可恥 真的 真的 真的不應該 真的不應該 那中國相關的新聞就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或者應該揭露老味酒夠的陰謀的新聞差不多 全部都是老味酒夠的陰謀 說這麼久 除了華為 華為那個 華為是自主研發一些這麼厲害的功能 不過現在收回 令到我初時也有想過有沒有謀報 最想買華為的一瞬間 哈哈哈哈 現在也想買 不過就是 動機不同 那天是監察員 不想監察他 現在幾個不守苦道 想幫他測試一下有多好 對 想教他那個AI 叫他非禮物言非禮物試 對 對 給他一些佛經聽 每天在那裡上休號播佛經 哈哈哈哈 在那裡佛那個AI 佛經.MP3 對 那這樣佛那個AI聽佛經 哈哈 每個星期真的很流行佛經 就還有老領 說完中國相關的新聞 開始就說說我們 有三宗相關的 第一宗就是在說 近來日本日圓又減價了 又創新低 見到4.97算 即是在我們開咪前一天 相信播出後, 片段會有不同的價錢 當日日日日日, 第一次跌穿四算的價錢 令很多人憤憤興奮, 立刻對換錢 為什麼會在科技壞事中出現呢 原因是因為它跌落到4.97 所以令到匯豐的外匯平台輕機 太多人換了 湧入去換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太多人同時登入 所以死機了 令到很多用匯豐的人無法進入 無法進入 便換不到錢 到他們進入 即是他們在下午時隔了幾個小時 便可以回復正常 但當他們回復正常時 便上去午算 即是他們便說極度憤怒 沒有了過瞬間 我無法付錢 世界末日 比較奇怪 雖然開心不開心 但就算了 這個就差不多了 這個有點疑惑 但下面那個人再疑惑 即是你事主也疑不起 下面那個人當然是奇幻 話說根據香港政府的審計報告 他們有一個叫香膠辦 就在荔枝窩製造了一個叫智環寶的工廁 是 即是智能廁所 又是食肢 現在我很喜歡玩食肢 這個廁所在2020年的9月 被批出了850萬的工程合約 這樣就響應這個施政報告入面要加智能設施 所以就做這個智能廁所 初時就850萬 然後隔了一排之後 施政報告就說要增設這些智能裝置 所以政府就增加了480萬 下去這個工程入面 最後得出來的數目就用了1,330萬 去做這個工廁出來的 這個工程就在2021年9月展開 去到2023年的8月就正式完工了 在11月的時候就開放給市民使用 厲害了 做了智能工廁出來的 多厲害 你什麼多開心 你去爆石那天馬通也這麼關鍵 很爽快吧 到底這個智能廁所有什麼智能呢 最觸目的功能就竟然是有一個自動的滑門 你走過去的時候它可以自動開門 是不是很厲害 但是這些香膠地方 你走去廁所突然間 嘖 你要在開鎖上揮一揮手 它就可以將門打開或鎖上 你就不需要接觸到下去 就減少了病菌、洗菌 很厲害 很厲害 我以為鬼片鎖上門自己就 不是,你先用開了 這就好 刺隔的門就可以這樣閉上它 是不是真的很貼心 我走到刺隔門自己開 不是,現在手移開來是OK的 OK的,挺好用的 現在過時是一腳繞進去,不想碰 不用碰到它,又多開來是好的 11月就開放了給市民用 接著就有一些使用者的報告 11月開始,這件事在12月9日發生 當時在附近舉行一個叫The North Face 100香港越野跑挑戰賽2023,50公里賽 當時有一個跑手 那個跑手是環保團體綠色地球的協助總監 這樣就跑到那個位置,人有三急地進去 結果當日跑到這個公廁,總共跑了20多公里 這樣就用這個智能廁所的時候 就被智能門鎖了它 對,他說那時候不斷拍門求救 都是不行 最後怎樣解決呢 就有人在廁所外面有個緊急的開門按鈕打爆它 這樣才可以... FILOFUSION 對,真的是FILOFUSION那一隻 接著就救了它出來 它還要打爆了玻璃的時候 過程是被玻璃解傷了手指 還要打爆完它的緊急按鈕之後 廁所門還是在鎖的 FILOFUSION失敗了 對,最後它是不斷拍門大叫 在被困十分鐘之後才 外面有人聽到求救聲 在廁所外面的緊急開門按鈕打爆了 才救回它出來 好厲害 還要一個月而已 還有當時人就說 喂,大哥,你也不是要打三條狗的 要消防三場水月來探門 她說,我被困住了 我先生是不是要困碟 你必須困碟 不是困碟 我困刺隔 我困在刺隔 我困在刺隔 當然啦 如果真的到緊急 可能真的要叫 但是 她那時候在想 說我要回去跑的比賽 如果比賽輸的原因 是因為被刺鎖了 因為我要爆石 好像FILOFUSION用了時間 現在 因為情況慢了所以會輸 不是皮靈蠻 因為它爆石 因為它爆石 爆石爆了 不是,那個廁所鎖住了 哈哈 當時人都算OK的 最後 雖然打不了比賽時間 但是她是有完成賽事的 但是你作為一個選手 你中間這樣嚇嚇 我覺得也有影響 這樣經歷了這些事件之後 然後在12月21日 即是事發的兩個星期後 政府就決定停用這個自動門系統 全部轉成全人手操作 以便恢復公眾對於該公廁的信心 哈哈哈哈 不,原意是好的 原意不用手觸碰是好的 但是現在真的 這樣就叫得智能公廁 當然就不是那麼簡單 只有這個智能門鎖 還有什麼智能 還有一樣東西 她說裝有一個空氣淨化的太陽能板 她說由空氣淨化太陽能板 產生的電力回入電網 抵消它運行時候使用的能源 空氣淨化就是用太陽能來動 好像完全不用用電 聽得不錯 聽得不錯 但是由她11月開始使用 直至今年的2月 這個空氣淨化太陽能板 在採集可載能源方面的表現 就未如理想 所以承辦商就說要取消這個功能 哦 即是現在這個是一個普通的廁所 沒錯 現在這個成功變成普通的公廁 哈哈哈哈哈哈 花了1330萬的公廁 哈哈哈哈 終於知道這個智能廁所 可以成功變成普通的廁所 成功爭取啊 成功爭取智能自所變回無智能 哈哈哈哈 高智能方程式變回普通方程式 哈哈哈哈 那我找回當日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有些例如報導就 例如這個議員田北神 那時候有提過 我call 了 那篇新聞call 如果東西壞了又沒有其他方法 就比無智能還差 不如用回舊時傳統式 就比在廁所裏面更好 對 也建議例如 你剛才說一些門鎖 其實它說可以仿效一些醫院採用的 手臂式門鎖 那手臂式門鎖是怎樣呢 是一些真的不需要手接觸 它是用手臂作為一個開鎖 哦 是的 是的 即是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 有其他方法可以做的 其實手臂這個不錯 這宗新聞有些奇幻 我覺得真的 很奇幻 一個智能廁所成功變回一個普通的廁所 是的 我可以說了些什麼 用了三個月時間 厲害 三個月時間變回原本 挺好 厲害 不用怕被人鎖廁所 如果不是真的找人求救 不知道怎麼辦 你用慘暴人說 在廁所沒有廁所 被人鎖在廁所上 現在是 是 講完這一項 接下來就講另一項 也是關於香港的新聞 關於WhatsApp的騙案 大家相信都會收到很多不同的訊息 在這裏說什麼 你那個又有夠期 還是什麼東西 對 很古怪精怪的 一望條link都知道是假的 是很多的 實際數字有多少呢 最近香港警方出來公佈了 今年頭三個月 他們已經接到有864宗個案 涉及了2040萬的款額 被人騙了 很多時候就是他們的SMS 收到一些假的網址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然後有人按下去 騙他 說他的驗證碼錯了 提供個人資料 那些東西 都有八百多單 其實都很多人中 我現在WhatsApp了 還有短訊廣告 不要說那些詐騙 真的好多 電話也是 整天內不開 現在有些 現在需要做一字頭 現在已經去到一些常用的 例如六字頭 六字二字都有 可能有機會 給一些 歡迎精怪的電話 你一來 可能有些說什麼 我去淘寶客服打你 現在有些這樣說 你欠淘寶連費還沒給我 現在有這些很貴哥 所以很麻煩 不算一些SMS 就算是說那些 詐騙電話 我最高紀錄是一天是九個 對 對 很瘋狂 還有你提到WhatsApp 我覺得現在 你的詐騙電話 你看到不是你登記 或者你熟的電話 甚至現在二字頭 是詐騙電話 但是我覺得WhatsApp那邊 近來是多了很多不同花款 例如什麼呢 我看到現在是說認錯人 這些都很常見 但是我看到有些 裝口語那些 不知道裝口語 是裝一些公司 去叫你開一些附件 或者是其他相類似 或者甚至我看到有些是 主動問你 我之前可能跟你 是不是有些聯絡 然後就說 可能是不是商業來話 然後當你一答 裝商業的客戶 或者其他合作 好像見過他 也有 以前他只是 spam的廣告 或者什麼 美女客觀 那些 但是現在是 會多了花款 要你開連結 或者是 以前也有 也有 我之前是見有人說 叫你發一個resume 就是過來找公令 那些 現在是變成了 真的很多花款 是啊 所以大家的警覺性 是要再高一些 因為雖然現在 例如你說 防詐騙 例如sms 現在會有個 所謂井號的認證 但是我想 whatsapp來講 是真的 它作為一個通訊軟件 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多這些訊息 加了井號之後 其實sms那方面 是少了 是 而且都比較明顯 可以看到 但是在whatsapp 那邊 變成他們轉了 platform 去whatsapp 那邊 因為大家 建議提高警覺 小心一點 是啊 這單差不多 接著 補一單 我差點漏了 那單新聞 就是近期的熱華 挺有趣的一單新聞 就是我們有看的 Youtuber MKBHD 最近被人嫌相 嚴上的內容 並不是說 他說錯話 或者是甚麼問題 因為他的影響力 去到很大 現在的訂閱員 數字都很多 所以每一出一個評論 其實他的影響力都很大 嗯 但是這次 驗證到他的評論 威力有多大 最近有兩單 就是比較突出一些 因為他用了一些比較 嚴厲的字眼去說 第一單說的就是 電動車 因為他有一個 Sub-channel 叫做Auto Focus 專門說電動車 那些 專門說電動車 不知道電動車 他最近 推出了一部 叫做Fisher 的品牌 叫做Fisher Ocean 的一部車 他在2月18日出片 他那條片的名字 就是 This is the worst car I have ever revealed 裡面就用了很多時間 在說有甚麼那麼差 有甚麼其他東西 他出完這條片之後 第二天 那間公司的股價跌了50% 到4月11日 即是他在2月18日出片 然後在4月11日 即是隔了兩個月左右 他公司的股價 是去到0.02的美金 比起今年年頭 是跌了98% 然後隔了兩個星期 到4月22日 這間公司 被美國證監那邊 刪除了 即是 沒得上市 脫牌 基本上 從執拆了都沒有分別 這件事都很嚴重 但是 他本身的評論 其實是說一些事實出來的 即是他這件事 真的有很多問題 因為不止他 很多Youtuber都說有問題 亦有很多人在做影片 就說 他說這麼差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然後 自己又做了一些評論 出來 結果又說 都是這麼差 即是他講的都是事實來的 他只不過是反映了事實 但是就經他把口說出來 不是 他多人看 他的工資力大 對 變成了整件事 就會更加嚴重 即是消化了 即是消化了 即是隔夜本身沒有問題 他就講到有問題 這樣 他絕對不是這個情況 對 除了這輛車之外 也有另一個產品 也有類似的情況 那個就是 Human AI Pin 它自己的名字 就寫 The Worst Product I Have Ever Revealed 那這些其實是有些Kick Bay的感覺 現在很流行這些 對 就算很大的YouTuber 很容易用這些 他自己其實很少用這類的Kick Bay 他自己 稍後再講 這個 那這個AI Pin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四方形的器材 夾在你那個衣服那裏 那裏 那它的賣點就是 你就可以用口 即是在那裏問問 他就會回答你 即是好像Siri 那些東西 你問他他就回答你 但是他就用了AI的 即是可能用ChatGPT 即是跟別人摘了一隻油衣在肩膀 你當是這樣的 那他就這個Product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他沒有螢幕的 那你要怎樣操作它 你就把手放過來 然後他就會有個Projector 就投射那些東西 那你就在你的手掌那裏 就看回那個Icon 那些東西 聽到這件事都很Cyber 很厲害 然後他也有一個功能 是他重點賣的 那就是那些東西 可以識別你現在看到的 什麼東西 即是在我面前 可能我會問他 現在看著那一塊是什麼 然後他就會回答你 你現在看著那一塊 是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 就會立刻回答你 聽起來好像都很智能 很厲害 那為什麼會拿到一個 這麼差的評論呢 他裏面就說 他製作在你的手上 但是你操作方面要怎樣操作呢 其實你就很麻煩 要用手指在動 要拿另一手過去 對 變成這個操控已經是有點難的 他可以搜尋 即是他可以看到你面前那些東西 嗯 問題呢 時間是非常之久 他裏面做示範的事情 他就是那時候站在停車場那裡 看著他那架Cyber Truck 即是Tesla那一部 在那裡跟他說 我前面那架是什麼 然後問他 即是他接收了一個命令 等了三四秒之後 然後在褲袋裡拿了一部iPhone出來 開了那個google photo search 拍了 搜尋到這個是Cyber Truck 然後那隻東西才回答他 這部是Cyber Truck來的 即是他比起我銀褲袋拿的東西出來搜尋 還要慢 還要是未必是準的 嗯 是的 他review出來的時間 大概是一分鐘左右 才能回答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即是運作得不快 可能覺得 因為他不是在Local那裡做的 他是要收到他的指令 傳回到自己的伺服器那裡 再下來 然後再回答你 整件事就很慢 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他一些很基本 即是Voice Assistant 會做到的 即是我們平時用Google Assistant 或者是Siri這些 可以很簡單做到的東西 他是做不到的 嗯 譬如說Set Timer 噢 即是我想倒數多少分鐘 倒數三分鐘 等等 他做不到 噢 那麼Voice Assistant 很多人會做什麼 幫我記錄簿 即是可以說明天 你幫我記錄下 明天我要做什麼 明天要做什麼 明天要打散大王 這些東西 他會記錄下 正常的 Assistant 但他是做不到的 他說他不可以 assess到那些calendar 我現在不support 那些東西 我想說如果你想打勾我 你打勾我 你打勾我 這件事已經很迷幻 我打勾你 今天沒空 明天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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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挺旺套 你又沒有螢幕 你又難用 你又慢 工人又不夠 然後還有電量是很差的 他說拿出來用 最頂部就用了一個小時左右 就收起來了 沒有螢幕的 一小時嗎 我看到很多Review說 你夾在心口那裡 那東西會發熱的 為什麼我內心看到有點熱烈的感覺是你的東西發熱 這樣亦是沒有第三派的APP可以支援 MKBHD的影片我覺得它說得很忠衡 它說它看到這件產品的可能性 但很明顯這件產品是未完成的 它裏面也有讚有彈 還有一個很致命的一點 這件產品本身的價錢是699美金 當我買完就算了 但跟很多AI的技術一樣 它是要付月費的 699再付月費就是這樣的質素 它的月費還要是每個月24美金 每個月24? 每個月24美金 還要有這樣的質素 比我訂購Netflix最高套餐 對 再加上你現在的質素 根本就不可能去推薦 所以它就下了這樣的梯子 因為你真的拿一部手機來做 更方便過你 更快過你 而且類似這樣的產品 其實在今年年初的CES 有一件產品我應該沒有開咪說過 有一種叫做Rabbit R1的產品 它跟這件產品的概念基本上一樣 但是別人有螢幕 價錢比你便宜 整件產品的感覺更漂亮 它的完成度更高 高很多 而且它的感覺有點像Tamagochi 因為它其實是有一個小兔 有一個Icon 變成整件產品更生動 變成那邊便宜 比你便宜 相比下就好像完成了 對 為什麼要買你呢 所以我某程度上是同意 這個評論是在說什麼 但是那些人就因爲它這兩個評論 接著在說它是利用這些影響力 而去搞死那些公司 但是那兩件事沒有問題 那它不會給你一些評語 對 即是有人調完它這件事之後 接著它自己又拍了一條影片去解釋 它的問題是怎樣 它就說 不是我評論 刷你的產品 而搞到你壞 而是你本身出了一些不好的產品 是的 我只不過是說回我自己的感想 是一件怎樣的事 那你公司做一些高級產品出來 那為什麼要怪我回頭呢 其實是一件很搞笑的事 你不是應該先怪他做得不好 應該不是要 是啊 你自己做得不好 你不要先說別人做了自己 不要說別人做了自己 對 那這是最基本要做到的事情 我覺得是 這件事實在是很古怪的衛生 是有些人去驗上去 但實在我看到有些評論系 那些浪漫創作者 可能都會說 如果它本身是做得好的 它不會這樣說 有些人握個點是 如果它是一些好的東西 它夾起來 只是說它的不好的東西 或者在裡面 將一些好的東西 用其他方式 說到它好像很差 然後去做它 那你還可能 對它的指控可以說成立 但你現在真的不是這樣 還有像剛才說 其他人去試過一輛車 說 那些東西沒那麼差 我先試一下 咦 不是真的那麼差 那或者剛才去試過那些東西 那真的是 整分鐘才有結果出來給人 還有你按一小時的電 那真的是一個問題 那好像是 針對MKPHD多一點 我覺得是 對人不是對事 好像是想找位做位去 多一個是 覺得這件事有問題 是 那你沒有這麼說 之前也聽過一些 你正如是這麼說 做評論系 可能是說電影 說動畫什麼也好 然後有些很搞笑 說不喜歡就不要看 不喜歡就不要看 然後就說 我不看 我怎知道喜歡不喜歡 然後就說 你總是說得這麼差 他做得差 不關我什麼事 就是 尿尿老尾的反叛知悅義 我很難覺得他好看 大哥 那個原理 但是 有時候就是評論系 那些有意見 發神經言論 就是說 為什麼這麼說話 人家這部電影 很有心拍出來的 好地地 那他有心拍和我不好看 現在很多人都會討論 這個是嚴重一點 但是你說的不是我講自己 而是即使你現在出發外面很多 一些可能是評論 是講文本分析的 有時候都會無緣無故 被人貼這些標籤 是幾個評論都好 第一次就是 可以組合這些評論 一起做一幕金 做鬼去 很古怪的事情 雖然那個時間是很特別的 就是那個 那間 車廠那個 就是那個 股價做得那麼厲害 其實他還沒出這個評論之前 那個股價一直都在插水 不是正確的 他說完 然後一下子 斷藍插進去 那一路 即是你本身 你這間公司都做不好的時候 本身他建議 如果做得好就不用這樣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是用結果來講他 但是就未必是 中間的推論 或者那些立論 其實都站不穩著腳的 是 我覺得 這就真的是 科技界怪事 那今集的科技怪事錄 來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再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 有電門新聞的時間 是